确实在之前我们看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不断地从盟友身上捞好处的政策 急功近利的这种选择使美国跟相关国家的相关同盟国的关系出现了离心倾向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记得特朗普总统的一口价向韩国要驻韩美军的费用50亿美元 这一点来说的话确实让韩国总统文在寅韩国百姓吓了一跳 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入白宫以后他特别强调军事同盟的关系 因为他知道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建立起来的军事同盟 其实是支撑起美国称霸全球的一个重要支柱 所以他要回来他要修复或者加强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对外政策 那么对于韩国来说的话 确实包括文在寅总统一些政治领导人 试图在大国之间保持一定平衡 比方说美国现在咄咄逼人的要韩国加入到现在已经存在的四国机制 那么也会邀请韩国把美国的中转程导弹陆基的部署在韩国 同时在东北亚地区特别在朝鲜半岛事务上更坚定地支持美国的选择 所以这些安排确实对未来的美韩关系以及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确实带来了不确定的影响 我个人感觉现在韩国最重要的和最好的选择 就是要保持国家的这种独立性 不选边站队 不在一些涉及到安全问题 涉及到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问题上 站在美国的一边 这样的话可以使韩国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 在跟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 不管政治层面的关系还是经贸层面的关系 获得最大的利益 否则的话选边站队应该说对韩国伤害是极其严重的 韩国领导人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决断